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歡迎收看收藏C計畫,我是Air 還沒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開啟小鈴鐺掌握最新的小車資訊 今天要開箱的是2019台灣熱氣球嘉年華限定紀念叮叮車 一年一度的台東熱氣球嘉年華又要到了 如果你還沒有決定暑假去哪邊玩 那就去台東路野高台看升空起飛的熱氣球吧 或許是個不錯的選擇喔 活動期間為6月29日到8月12日 也是全世界活動騎乘最長的熱氣球活動 現場高達了40顆熱氣球 也是歷年來最多的一次 活動期間一共有9場光雕音樂秀 台東縣政府也為了這一年一度的台灣盛典 製作了這次要開箱的紀念叮叮車 本來以為只是為了活動而印刷在車上 原來這次有實體車的 早在去年台東縣政府就在香港行駛的叮叮車上製作了廣告宣傳 讓更多的香港人跟世界各國的遊客知道台灣的美麗 好的,直接來開箱我們的叮叮車 它的比例是1比100 雖然不是1比64的喔 不過它的大小跟1比64其實差不多大 只是說叮叮車原本它就是很大 所以微縮的比例會小一些些 我想只要有去過香港 有搭過叮叮車的人 看到又是台灣風景的塗裝 真的會讓人忍不住想要入手一台 它的外包裝是由香港資深插畫師 Jankun所繪畫設計的 Jankun得過第一屆中華區最佳品牌插畫獎 優秀獎 以及第17屆稻箱創意創業大賞 所以這包裝會這麼好看 不是沒有道理的 Q版的插畫呼應了車上的塗裝 我想不只小朋友 連大人都會愛不釋手 整台車的車身是合金製作的 拿在手上份量十足 上面的印刷一點都不馬虎喔 因為是用來廣告的丁丁車 所以基本上是全車印刷 光這一點Air就覺得非常超值 它的燈 還有車窗的部分 都有用塑膠分件 內部的座位也都有上色 跟香港當地販售的紀念品 我覺得質感落差其實蠻大的喔 這次開箱的丁丁車我覺得比較有收藏價值 而且很精緻 其實這次一共有三款 第一款是台東路野高台台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款 上面就是滿滿的熱氣球 活動現場的感覺 那第二款呢 是我們的 陸野高台光雕音樂會 上面也是滿滿的熱氣球 不過背景是有光雕的感覺 就是光雕秀的感覺 是夜晚的感覺 不同於剛剛那一款 那第三款呢 則是我們的台東三仙台 我想三仙台呢 大家只要有聽過台東 只要有去過台東 基本上三仙台就是必去的景點 每一款限量900台 Air是覺得每一台都很好看 不過呢 如果是最貼近這次活動的塗裝 我想應該就是 台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款 7月5號到7月15號 到台東熱氣球嘉年華活動現場 現場會有廠商擺攤販販 這三款紀念車 如果你跟Air一樣 對於有看過 或是有搭過的車 都想要入手一台做紀念 就可以到台東玩 順便入手一台 也可以拿著丁丁車 跟現場的熱氣球合照 也是很棒的喔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再麻煩幫我按讚LB粉絲團 Air會不斷的跟大家分享 1比64模型車相關的失誤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想要交流或分享模型車上的任何失誤 也可以加入我的異品收藏模型社團 收藏C計畫會持續發布有關汽車 或模型車相關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再麻煩幫我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按讚留言加分享 感謝 下次見 掰掰